观众朋友大家好 财经全观察第51期 昨天刘鹤先生带领中国贸易谈判代表团 到了美国 那么这次代表团里面增加了三位新的成员 一位来自工信部 一位来自农业部 一位来自中裁办 这可能跟中兴通讯的事情有关系 那么农业部的应该是跟美国的农产品有关系 那么我们说刘鹤先生 这次在美国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 是要达成这个协议呢 同意美国的条件 还是呢 这个拒绝美国不合理的要求 等着给美国打贸易战 那么如果退一步说 真的双方没有达成贸易协议 那将发生什么 那美国从六月份开始 将对中国的一千五百多亿产品 征收关税 25%的关税将足以导致中国境内相当一批企业倒闭 相当一批员工失业 在中国有可能引起这个金融危机 房地产危机 经济危机 社会动荡 所以一旦打贸易战 这个代价是不可估量的 后果极其严重 相比下来呢 如果跟美国做一定的战略妥协 签署贸易协议 这个成本啊是可以控制的 后果呢也是可以控制的 否则呢真的打起来这贸易战 这种不确定性非常危险 甚至有可能打掉刘鹤先生的职位 所以我个人判断 刘鹤先生可以选择的余地不是很大 聪明的做法就是进行战略妥协 跟美国在谈判的基础上 签署一揽子解决方案 把目前的事情呢先平息下去 那么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呢 这个要平移这个贸易逆差 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因为你只是这个2000多亿的 这个贸易逆差 而中国每年的进口额 在2万多亿美金 所以呢 丰盘一点这个贸易购买量 从其他国家转移到美国来 这不是什么很难的事情 你应该说还有一方面来说呢 中国啊 这个通过购买 把未来的一些需求啊 集中在当期兑现 然后呢 趁机也同击一些芯片 解决美国的贸易逆差的担忧啊 是比较这个轻易也能够达到的 所以没多少多大的难度 那么因为美国商务部长罗斯 他昨天也有一个分析报告 他讲 一旦打贸易战啊 中国要伤到美国 基本上需要1800亿的这个关税成本 而中国只有1300亿 结论就是打起来贸易战 中国伤不到美国 那么美国能不能伤到中国呢 中国有一位高官也说过 中国的这个贸易 贸易这个依赖度啊 大概6%左右 严下之一是不怕打贸易战 但实际上呢 中国的6%啊 这个产业链上呢 这个可能带动的 这个相关的产业更多 而美国呢 控制的是价值链 他用很少的这种价值啊 就可以打掉中国的一个 长的产业链 所以这方面呢 我相信中国分析的不是很仔细 所以我个人判断 刘鹤先生没有选择 就是要这个跟美国 一定要达成一个战略妥协协议 只是妥协的这个深度啊 是有多深 就是你让渡的这个利益啊 有多大 但是呢 不管让渡多少呢 都是可控的 比不可控的贸易战 这个对于中国的政府来说呢 是更加可以接受 所以我认为时间不多 但是刘鹤先生呢 也面临的选择也不多 那么另一方面呢 这个我想啊 中国政府也面临的一个 另外一种担忧 就是要尽快的把贸易战平息下来 要止损 因为这个贸易战后面呢 还有可能引发出来人权方面的这个冲突啊 人权方面的争动 甚至更加多的引发出来 美国这个国会啊 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对中国的在国际市场的这种这个扩张啊 全面提出了压制 所以在没走到那一步之前啊 达成贸易这个协议啊 可能是比较好的一种选择 从中国的角度来说 所以呢 我个人觉得啊 这个这次来就是签协议的啊 通过谈判签协议的 但是呢 也不能把这个协议啊 看成是这个鸦片战争的那种不平等协议啊 没有什么这个不平等 是因为中国在16年前啊 也签署过WTO的协议 那么西方认为那个协议到现在看来 是不平等的啊 从美国呢 从美国呢也不买东西 那美国呢 也是一个受伤者 如果中国能够跟美国达成协议 然后从美国购买更多的产品 让美国人民的收入呢提高 让美国农民开心 让他的这个票仓里面的这些这个选民啊 也开心 也有利于他的中期大选 所以中期选举 所以这样呢 我觉得这就是川普总统的出心 他也达成贸易协议 也是他的最好的选择之一 所以呢 我认为美国也会推动这件事情啊 向这个签署协议的方向走 那么中国呢 大规模采购美国的产品啊 有可能要放掉一些 对其他国家的采购 就是损失一些 其他国家的这个出口 比如说最有可能的 首先就是韩国 日本台湾 电子产品 就是说把一些 从这些国家采购的电子产品啊 或者从台湾的这些农产品的采购啊 转向美国 那么从这个欧洲买的空客 你可能要转一部分到波音这边来 这个从其他国家买的石油 比如伊朗 俄罗斯 那么买的石油 是不是应该转一部分啊 要到美国这边来 这也是美国希望的 我们说啊 跟俄罗斯的这个石油协议啊 中国早就应该重新进行 台湾了 其实发生变化了 还这么高的价格 买俄罗斯的这种石油啊 不明智啊 当初呢 出于 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啊 这个 现在看来 这个协议 中俄之间的石油协议啊 那就是一个笑话 所以我认为啊 这个中国呢 和美国双方一致都有达成贸易这种 这个这个需求啊 那么我在二十财经全观察第28期的时候啊 那当时是3月22号啊 川普总统刚提出500亿的这种关税计划啊 要求对中国500亿的产品运收关税 那么3月23号的时候啊 中国那边立马反击 就出来了一个30亿的反击计划啊 这个30亿的反击计划呢 主要是打的美国的这个农产品啊 就是由传统话来说要打掉川普总统的这种这个票仓啊 我从28期到现在50多期 那么中国的贸易战也从500亿打到了近2000亿啊 我们看一下中国的这个反应啊 这个反馈啊 应该说啊 非常的不专业 非常的不及时 川普22号提出来的这种贸易关税这个计划 中国23号就反击 那么问题在于你看懂了没有 你看懂川普总统想干什么 你有没有看懂自己手里还有什么牌 在没有看懂的情况下 就贸然出招 而且还要打掉川普总统的职位 这就是把贸易战变成了这个政治战 我反复的说过 这是什么呢 这叫贸易恐怖主义 实际上是一个 大家是一个抢钱的游戏 中国30亿出来以后立马变成杀人游戏了 那么为了贸易真的要取人性命吗 所以如果复牌的时候啊 中国团队真的得反说一下 整个过程是不是反应正确 是不是有妥当的进行了这种 这个分析 详尽的分析 专业的这种吞咽 应该说把贸易战打成政治战 打成贸易恐怖主义 打成杀人游戏 这种做法内部一定要检讨 因为在西方民主国家 你很少看到哪两个国家打贸易战 最后打成这个要把对方职位打掉 这是值得反思的 那么我们说 中国的这个团队的这种反应啊 确实导致了 从500亿打成2000亿 这个事实 那就是搬起石头 搬起1500亿的石头 砸自己的脚 整个中国团队的应对 充满着这种傲慢 又强硬 而且还不专业 其实这可能也是中国当下 社会和政治环境的一种影视 因为大家呢 在一个受恭维的环境里面 生活的太久 人人都是很客气的对你 带着巴结的眼光对你 没有人像川普总统这样 弄起大棒来对你 所以呢 有点受不了 立即就跳起来 因为大家呢 在这个时候 要表现的是一种政治上的正确 对脑子里面装满了 共产党宣言的这些官员来说 政治正确比专业更重要 接下来到美激国主义来 那就拼命的用石头去砸 这是政治正确 如果要替美激国主义说话 那是不正确的 所以导致所有的官员 都搬起石头砸川普总统 砸不管砸上砸不上 那么至少呢 上司是高兴的 上司可以在上司面前表现好 看我的政治正确 看我的共产党宣言 学习的还不错 我们无产阶级专政 就是要这么对待资本主义 对于这个资本主义的挑衅 要坚决的回忌 这一回忌不要紧 拿出了老百姓的 1500亿的这种血汗钱 虽然中国不提倡 这个纳税人这个概念 实际上这些钱 不是来自于利益集团的 一定来自于老百姓 那么我们说 这个用石头砸川普总统 这是当前中国团队里面充满的这种 对于文革式的 红维冰色彩的这种思维 不专业 面对美国的精英团队 详尽的分析 精准的出招 他们手里拿的不是石头 美国人手里拿的是 这个狙击枪 扣的是精准 专业化 所以怎么可能能打得过呢 这个中美贸易之战 从开始到现在有太多可以覆盘推演的地方 所以这也是我反复的强调 应该中国团队从中学到什么东西 而不能只靠胡锡进先生 这个乱丢石头 或者是拿人民日报 去走到前面 一栋狂轰乱炸 1500亿没有了 所以呢 这个是我们要看到 当今的这种国与国之间的竞争 不是嘴与嘴之间的竞争 不是石头对狙击枪的竞争 而是专业对专业的竞争 那么 这中间呢 又一个小插曲出来了 就是川普总统啊 发了一个推 对中兴通讯啊 好像要放一马 这个事情呢 又引起轩然大波 很多人觉得不可理喻 不可理解 这是怎么回事呢 实际上 中美之间 中兴通讯事件 是一个博弈 就是说 在这个博弈过程中啊 双方都想找到最优解 双方都找不到最优解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一方的最优解啊 都取决于对方的决策 这就有一门课程 在窝洞商学院 这门课呢 叫做竞争合作 这门课呢 川普总统当时啊 应该没有去逃课 去逃鸟国 他应该是很好地上了这一门课 所以他目前的手法啊 充满了竞和的这种思想啊 竞争合作这门课程呢 是以色列手下发展起来的 是以色列在跟巴勒斯坦人的这种 广泛长期的斗争中 发展起来 跟决策学相关的 这种战略领域里面的一门课程 这门课程是说什么呢 说的是 中兴通讯这件事情啊 有两种选择 川普总统有两种选择 第一种选择就是 川普总统当前做的 就是把中兴通讯啊 一把拍死 这样呢 中兴通讯很痛苦 八万员工很痛苦 中国政府和人民很痛苦 美国沟通很痛苦 美国政府也不爽 那么川普总统当然 还有另外一种选择 这种选择是什么呢 就是放沟通一马 让沟通在美 不是沟通啊 说错了 是放中兴通讯一马 让中兴通讯在买高通芯片的时候呢 每一个芯片里面加一定的罚金 比如说去年中兴通讯买了5亿美元的芯片 那么今年买同样的芯片呢 就可能要花10亿美元 其中的5亿美元给了高通 另5亿美元交给美国政府作为罚金 这种模式呢 也是一种选择 这种模式呢 中兴通讯没有死 然后员工还有职位 川普总统呢 也给习主席面子了 高通呢 也不用再裁员了 美国政府呢 还能收到税 所以这个方案呢 比前面那个方案呢 就高明的多 就更加的有利于各方接受 这里面呢 只有一个输家 这个输家呢 这个我在推特上也发推问了 谁是输家 这个实际上呢 买中兴通讯产品的人呢 里面交了一共税 给了美国政府 那么这两种选项呢 当然 川普总统呢 很清楚 后面的这种选项好 这是窝洞的答案 那么川普总统 为什么不选窝洞的这种方案呢 那是因为 美国如果刚上来 就用后面的方案 中兴通讯没有 这个劫后余生的这种感觉 没有死里逃生的感觉 中国政府就不会有 对美国的感激 就是没有前面一个方案 后面一个方案 你是很难推出来 推出来也很难成功 这就叫做竞合 竞争合作 这里面的学问 就是要在前面的方案的基础上 才能推出后面的方案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 当年也是这么博弈的 中国人把竞合叫做博弈论 我们都知道的 秋途的困惑 就是博弈论的案例 也就是竞合的案例 今天的中兴通讯的案例 也是竞合的案例 我们不能假设 我们不能假设这个川普总统 他不懂 或者他上课的时候 没认真听讲 而只是说当前的局面 要求他刚开始的时候 必须很凶猛的出牌 必须在气势上 一下就是把中国的这个心理预期 打得很低 之后呢 再有任何的这种方案的改进 都会迎带来中兴通讯 和中国政府的感激 这是双方博弈 或者贸易谈判过程中 就是要树立一个良好的局面 这个必用的一些策略 所以大家要看中兴通讯的案例 这个还没有结束 应该说 这中间呢 充满着这个美国式的这种 商业逻辑和智慧 希望中国团队能看得更明白一点 更清楚一点 因为双方的进和过程中呢 你要找到最优答案 必须依赖于对方的决策 而川普总统和美国呢 在整个世界里面 有先手的优势 所以呢 话语权比较多 就是进入川普总统部的局 比进入这个中国政府部的局 可能性更大 所以呢 受这个美国的领导更多 即使要妥协 妥协多少 也是在美国人手里 所以这方面呢 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 值得所有的卷入的这个人 就是仔细的这个推远 学习 那么我们说啊 这个 当然博弈 就知道就是在博弈的双方里面 每一方都找到 都想达到最优的解 自己认为最优的解 在结局呢 往往无视双方达到最优的结 而是双方避免了这个最坏的结果 这可能也是中兴通讯这个事件最终的这种结果 就是说最坏的结果就是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就是中兴通讯倒闭 那么美国最坏的结果是跟中国开打 所以双方呢应该都是要避免这个最坏的结果出现 但是由于双方的信任没有达到足够的高度 双方不能同时实现自己的最优解 所以这中间呢可能有一些变数 但是主动权掌握在美国人手里 双方的互动呢只是说可以影响对方 但是中国很难替美国来决策 那么中美之间的贸易战或者这个贸易协议谈判 如果说这次刘鹤先生签订这个协议 那是否中美之间就没有其他争议呢 我们说这一切也其实就是刚刚开始 因为美国他的国家战略安全报告里面要求的对国家资本主义的遏制 但是这个大战略没有完成 所以贸易战只是一场小战役 打完这一仗 更多的仗还会起来 我们看到美国驻华大使最近提到一个事件 就是说中国的微信可以在北美畅通无阻 而美国的推特 Facebook Google 却不能进入中国 所以美国很有可能拉起盟国 一起 通过立法 通过政治手段要求中国对等 对等开放 这是什么呢 这是美国发出的信号 要打掉中国的防火墙 为什么打掉中国的防火墙呢 我们知道 这个中国的防火墙 中国人民没有喜欢的 官员里面喜欢的也不多 全世界有防火墙的 其实就中国一个国家 那么其他国家呢 是有限的强 朝鲜那是没有强 是因为他根本没有这个东西 那么 就是说美国现在面临着一种判断 怎么样去遏制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 是从经济上压制中国 断掉中国所有的芯片供应 把中国打回半石器时代呢 在经济上削弱中国 让它失去竞争力呢 还是在政治上 引导中国走向民主社会 让中国变成法治国家 让中国的这个权力不要失控 不要跟西方对着干 所以美国面临两种选择 经济上还是政治上 在削弱中国 或者政治上引导中国 那么我个人认为美国应该是做过研判的 在经济上打压中国 一个是不人道 第二个呢 这个失败的风险挺高 因为中国毕竟是一个大国 而且中国这个人才辈出 只要有好的经济政策 很有可能经济上超越美国 这是大概率事件 所以美国最好的选项 应该是在政治上引导中国 变成民主化国家 而要变成民主化国家 就要懂得普世的这种价值观 那你对信息自由流动 人们有自己的这个国际化视野 这就要打掉防火墙 这是美国国会 美国的这个外交系统和白宫 在贸易战之后啊 很有可能立即掀起来的 这种另一场 这个双方之间的争斗 当然 这个防火墙不是唯一的争斗 美国有很多选项 人权啊 这个包括在政治和外交领域啊 伊朗啊 台湾 朝鲜 南海 都是美国未来可能的选项 双方呢 将打斗不断 中美之争 从此可能进入一种新的这种景象 那我们呢 拭目以待 今天呢 给大家解读这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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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